时隔几个月 土豆不乖了 四 终于来了 这是我搬家新买的床 张土豆和妹妹又给创作了 咱俩就不能稍贴一点吗 又跑了 听说猫咪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咱也不知道它这是在看啥呢 老丁这一个地方看还怪吓人 这有个蚊子 妹妹好牛啊 还能抓蚊子 可是它太矮了 根本够不到 然后它就和土豆开始一起疯狂的 跑酷 跑酷 还是跑酷 啊 这么吵死人了 怎么动静那么大 怎么会有小猫咪长得像猪一样 好了 看在你们帮我抓蚊子的份上原谅你了 反正只要我戴上耳机就能隔绝噪音 听不到它们吵的动静了 以后不管你们两个怎么闹都吵不到我啦 小坏蛋 当你家猫听到要去洗澡的反应 别舔了 我带你去洗澡去 还行 嘿嘿 这么不开心啊 你都好久没洗澡了 很快的啊 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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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叫老吴也没用啊 老吴也不来救你 等我一下给你调水 嘿嘿嘿嘿 干嘛呀 想逃跑 回来 回来 小孩打滑你 快回来 就跑这么远 走了 叫妈妈也没用啊 你逃不掉了这次 走了走了 很快啊 叫妈妈也不行了 很快 那就别转着我 逃不掉了 快快享受吧 孩子 再来一点 起早啦 没啊 没啊 没 我刚刚收了脸 我刚干什么了 舒服吗 哎呀 舒服呀 舒完舒服吗 嘿嘿嘿 做完要脱脱了哦 车车更干净 我给你呜呜 好了 车车脚 我夹子最脏了 脱完给你洗脸脸啊 洗脸脸更帅气 哦呦 还没还会洗脸 好了 谢谢好了 给你冲一下 给你冲干净 你不要转我 嗨 它就可以出秀了 等一下 哎呀 新鲜吃了我的土豆 先给你擦三脸脸 太乖了你 怎么洗脸这么乖啊 还好我们再出去啊 头豆是什么呀 啊 头豆 就是头里面长出来的 一个 头头 就叫头豆 你别笑 猪有多胖 我多胖 像猪站起来一样 干啥啥我都不行 吃饭我是第一名 了不起了不起 每逢家铁掌身体 胃口是声不见的 眼睛 自不作我自己 如果下次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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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帮你 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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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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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让我屁屁啊 好了 好了 给你吹干好不好 我给你吹干了 好了 洗好了 擦好了 出来了 你看啊 你洗个澡 给妈妈衣服都弄湿了 你好委屈啊 我给你冲干好不好 给你吹干啊 小家伙开启了 瘟狂的自贴模式 好了好了 没有一对好吃的 解决不了的信息 哎呀 太乖了 吃上去 买 书装打扮好了 简直可爱的 不像一个男孩子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简直太可爱了 挑战全网最孤独的小猫咪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我好 土豆的药芋 你使药芋呢 下来吧 轻轻的轻轻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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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客了 你别滴我先去了 好了好了 马上吃好了 吃好了 马上给你使用力啊 嗯 很快的很快的 啊 可舒服了 给你按个膜 嗯 舒服吗 看看咱的手法 听你说了可舒服了 再给你搓一搓 再给你搓一搓 哦呦 好贵啊 吹好了 冲干净了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按上 吹好了的土豆可太帅了 奖励你一个冻干吃 太贵了 好了 吃好了我还要给你上药呢 好 吹 土豆的成长日记 2018年的10月21号 我跑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我心仪的小猫咪 直到看到土豆的这个视频 一眼就觉得以后它就是我的猫咪了 在等了三个小时之后我成功接到了它 满心欢喜 我终于有我的小猫咪了 在10月22号我给它取名叫做土豆西红柿 后来因为名字太长所以就叫土豆了 小时候它就非常喜欢在床上睡觉 买的猫窝根本就不用 这是它第一次在我怀里叫我的视频 哪里哪气的 这是土豆尴尬期时候的照片 这是它第一次去洗澡 第一次吹风时候的照片 还有土豆的第一个自制表情包太可爱了 因为工作原因土豆被带回老家了两个月 再回到我这里的时候 就变成了现在进入大家视野的土豆了 羊宠物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它生病 因为它不能说话 前段时间发现土豆有一些行为异常 它老是很使劲的去挠自己的脖子 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小家伙得了冒险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宠物院都没有开门 经过了询问宠物医生之后 我们决定给土豆带上了它的项圈 并且每天按时给它喷药 但是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还有所恶化 这个地方已经被土豆挠出血了 经过我观察发现 原来是因为它的这个项圈可以折下去 折下去之后 土豆的后腿还是可以挠得到这个地方 就把它挠破了 现在已经流血了有一些严重了 现在已经给土豆换上了一个新的项圈 希望土豆可以早一些好起来 健健康康的以后不再生病了 土豆 你都醒了呀 这么早呢 那我们起来吧 起来妈带你出门了 今天联系到了一家还在开门的宠物医院 带土豆过去检查一下 登登 到了卡特宠物中心医院 医生先检查一下土豆身上哪些地方有冒险 然后先看一下 检查之后土豆需要打一针 这小家伙超级怂超级乖 就带在这里动不动的 嗯 好了好了好了是吧 乱乱乱土豆到妈怀里 你也太乖了吧 太可爱了你太乖了 乖得让我心疼死了 这小委屈包 趴在我的怀里动不动的 我们准备一下回家了啊 带上我的药医药 带上子豆 出发回家喽